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 今天上午在山东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今天上午8点43分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 庭审开始后 审判长依照法律规定 告知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审理中依法享有的权利 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 指控薄熙来犯有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罪 法庭就被告人薄熙来 收受大连国际发展有信公司总经理唐骁林贿赂的事实 进行了调查举证和致证 被告人薄熙来及其委托的辩护人发表了辩护意见 到发稿时 庭审仍在进行